妈妈,我回来了,我要吃雪糕 好,妈妈给你拿 哎呀,雪糕都被你爸爸吃完了 我不管,我要吃吗 那我们去超市买吧 宝贝,今天咱们开车去超市 来,快上车 妈妈,你刚拿驾照,真的可以吗 不要怀疑女司机 抓紧了,吃饭 好了,到超市了 妈妈,超市没有,卖雪糕的怎么办啊 这有巧克力,妈妈回家给你做个创意雪糕吧 好耶好耶 Welcome,到家啦 今天的主角是荔枝 准备一点彩虹针 再来一杯酸奶 超市买的巧克力 用一个温柔的手法,把荔枝先生的外衣脱掉 再用镊子把荔枝盒掏出来 你看它,白白嫩嫩软蒜 平时肯定没干活 平时肯定没干活 然后把它们放入模具 依次加入酸奶 烧一锅热水 把巧克力打开 捏碎放进去搅拌 搅拌成这个损色就行 你爸爸傻啊 还穿的损色啊 找几根木棍 搅进去 全部弄好以后 给它沾满巧克力 然后在上面撒一些彩虹针 这样就弄好了 喜欢做彩色的小朋友 可以融化一点白巧克力 然后加上可食用色素 调出自己喜欢的颜色 最后加上彩虹针 就大功告成了 宝宝宝 妈妈的荔枝雪糕 做好了 哇 看起来好有食欲啊 我来尝一个 又香又甜又脆 我真是太喜欢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记得给我妈妈点赞哦